欢迎收看小熊老师配音教数学 那这个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惩罚公式的一个进阶的应用 那其实呢你们要先把惩罚公式的基础 打好之后再来看进阶应用 会比较这个轻松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在看学习进阶应用的过程中 也是在加强自己惩罚公式的基础 所以也是可以先来看看 如果我今天要去解开这个很常见的问题 x平方加y平方是25 那x减y是负1 请问x平方减y平方是多少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一集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问题 老师学校老师没有教那个切入思考的方式 那会流于两种情形 一个就是想破头 比聪明 一个就是比赛看你有没有记住 很多题目好像是这样做 那所以在这一集呢 我们主要就是要教大家一个切入思考的方式 去解开这个问题 所以我刚才说我们首先第一步 还是要来打好我们这个 惩罚公式的基础 所以 A加B平方是多少 来吧 A平方加2AB加B平方 A-B平方是A平方-2AB加B平方 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快的答出来的话 加油 然后我们上一集示范了A加B平方如果再加上A-B平方 这两个加起来结果你就会发现它 中间消掉 所以你会留下2A平方加B平方 对吗 如果你把这两个对减 A加B平方减掉A-B平方 对减的时候这个减这个没了 2AB-2AB是再加2AB所以会变成4AB 那这里是直接我们拿它去减 对不对 换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刚刚说就是说我们在学 这一集的内容 其实就会顺便练习 再次的练习惩罚公式 那你留意一下 我问的问题 我说这个A加B平方 它去减掉A-B的平方 它不就是一个什么平方减什么平方吗 所以如果我把A加B当成大A 我把A-B当成大B的话 它就是大A平方减大B平方 所以它应该会是大A加大B 乘上大A-大B吧 我会想因为听起来有点像大尺大B之类的感觉 所以就是大A加大B乘上大A-大B 那大A加大B是什么 A加B是大A 加上A-B是大B 对不对 那大A-大B呢 A加B 减掉A-B是大B 这样子 这样子 那这里这个我们就要直接算就好 来 A加B加A-B B跟B就消掉了 剩2A A加B- 关号A-B 减A 这个减负B会变成加B 所以它是减了A加B 所以它是乘上的是2B 所以它变成2A乘2B是4AB 你会发现 这样子去算也可以哦 那这个尤雄老师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说就是把它乘到笔记本上面 所以现在来把三条乘法公式还有这个 这两个还包括这个第二种推论都行写到你的笔记本上 好 写一遍的时候呢 顺便这个印象就加深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说我们这一集要交一个切入点去处理这些问题 怎么样的一个切入点呢 仔细来回顾刚才这样子看起来 三大条的乘法公式 那我们在前一集 提到就是说 我不只要能够从A加B平方看出来它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我还要能够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看回来发现它是A加B平方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很多 AAB比AAB平方 其实总共就是五个东西 然后五个呢 一个就是A加B 一个就是A-B 那我知道A加B的话 当然我就会同时知道A加B平方 我知道A-B的话 我就会知道A-B平方 这是无庸置疑的 那反过来也是 我知道A加B平方我也会知道A加B 所以除了A加B和A-B之外 还有三个 一个是A平方加B平方 一个是A平方-B平方 还有一个是A乘B 那我知道A乘B 我也会知道A乘B乘B平方 不过这我们没有在问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看我们的第一条成本方式 A加B它的平方是A平方加B平方 加上两个AB A-B它的平方是A平方加B平方 减掉两个AB A加B A平方-B平方是A加B乘A-B 然后我们刚才又新整理了 两个这个阶段性的姿势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说A加B平方如果加上A-B平方 它是4个AB A加B平方如果减掉A-B平方 它是2倍的A平方加B平方 换句话说 其实这五个东西 我只要任意的知道两个 都可以不断的去求出其他的 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两个 那这两个我知道 我就可以求到这个 然后我把它们平方完之后 相加就是这个 平方完之后相减就是这个 对不对 如果我知道的是 比如说这两个 那他乘他是他 所以我拿他去除他 除以他就会得到他了 那我就又得到这两个 又得到这两个又可以得到他 又可以得到他 如果我今天知道的是 这个 A平方加B平方和 他 和这个A加B 怎么办呢 我把A加B平方完 平方了之后 拿他去减他 再来看一次 我拿A加B的平方 去减A平方和B平方 减完是不是剩2AB 那我就会知道AB了 那我知道AB跟他 那我拿他减2AB 是不是就他 又或者我们可以更干脆一点 在这里再多整理一条 一样 请写在笔记本上面 就写在这个 就写在这一些的下面 我写到上面去 就是我们 不用直接在这里看到 写在这条的后面 我们说这个减A加B平方 减掉A-B平方 是减完胜4AB 所以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说 其实A加B的平方 他就是A-B的平方 再补4AB给他 对不对 我有一个A-B平方 我补了2AB 是变成是A加B A平方加B平方 再补2AB 是就变成A加B的平方 所以他刚好 就是他的 这个A-B的平方 加2AB变他 再加2AB变他 所以他加4AB变他 所以倒过来是一样 我有A加B 那我就有A加B平方 我减2AB变他 再减2AB就变他 所以我也可以直接减4AB过来 重要的事就是说 我刚刚讲一个切入的概念 你心里很清楚 我找得到方法 我在想想 我找得到方法 他们两个合起来是这个 他们两个减掉是这个4倍 合起来是这个2倍 那他们怎么样 你再想想 再想想你就会找到了 因为其实也不会多难 他的题目也没有几种 所以不需要去一直背一直背 那我刚刚整理给你看 算过一遍 你抄了算过一遍 如果你稍微记忆一下 那也很好 但是就是说 不用一定要整个背 他不用学得很辛苦 但是你心里很清楚 X平方加Y平方是25 然后X-Y是-1 请问X平方-Y平方 那也许 现在在让你算 你还是一口气 没有办法直接找到方法 但是我再多补充另外一个 思考的关键 就是说 我们有题目 然后最后要回答答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 有的书会说 这个叫做顺向思考和逆向思考 就是说我可以去想想 题目给了什么 然后让我想到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那也可以反过来想想 题目问的什么 所以我还需要知道什么 题目问的是X平方-Y平方 那所以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 X加Y乘X-1 对不对 乘本身不是我们现在要在乎的重点 而是说就代表说 我们要知道X加Y和X-1的话 就会知道 答案 对不对 所以先不管乘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要知道X加Y和X-1 知不知道 哦X-Y是-1 对不对 解决了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想办法知道X加Y 好啊 那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时候来顺着想 X平方加Y平方是25 X平方加Y平方我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了 X-Y 我知道了 求这个 我刚讲那么多了 现在你应该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点 哦好像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X-Y我有 那留意 X-Y我有 X平方加Y平方我有 所以所谓顺向思考 就是我从我手上有的东西 我能够知道什么 先不要去管题目问什么 我们刚才有说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跟这个 来求这个 但是不用挤着一定要这样做 我们不求一步到位 顺向思考去想想 我从题目上有的东西 在这条式子里面 我能够找到什么 我能够找到X-Y 或者说两倍的X-Y 对不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 如果学生做不到的话 老师一定要提醒他 反复的讲 你每看到他卡一次就跟他说 就是说 你如果看到X-Y 你一定要想得到是X-Y平方 所以X-Y是-1 所以X-Y平方是正一 正一的话 它会是X平方加Y平方是25 再-2X-Y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 就是在整理成法公式的时候 有人会把这两个写到前面去 然后这个写到后面 因为在算这种题目的时候 他会比较好写 看这边有差 懂就好了 所以2X-Y其实是24 X-Y其实是12 对不对 所以X加Y 我要求X加Y 其实我就是要求X加Y平方 这个是很多学生他反而会一直卡的地方 就是说他看到X-Y 他不见得想得到要用这个 他知道他要求X加Y 但是他不知道他其实是要求X加Y的平方 所以这个要补充给学生 所以我要求X加Y的平方 不用再写一次 在上面 好那他就会是X平方加Y平方 又是25 这次他不是要去简论XY 他是要加2XY 所以再加24 是49 所以X加Y的平方是49 X加Y是多少 什么数字的平方是49 这个答案不是7 负7的平方也是49 所以其实这个答案是7或负7 也就是所谓的正负7 那7或负7在乘上负1的时候呢 他就有可能是负7或7 所以最后这题的答案 但其实这个X平方-Y平方呢 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还是正负7 这样大家会的嘛 那 这个附带一题 既然我们在教这样的问题 最后答案答正负7 或者说这里解出来X加Y是7或负7 他并不只是说算出来就是这样 某一个数的平方是49 这个数是正负7 不只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从现实的这个情况去了解他 也就是说两个数字它合起来是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算出X加Y和X-Y 我们可以透过二元一次把这两个数字求出来 那这两个数字呢 它其实应该是这个 你如果去算X加Y是7 X-Y是-1 那你会求到X是3Y是4 可以吗 你如果去算X加Y是-7 X-Y是-1 那你会求到的是-4和-3 也就是说呢 这个的确就是会有两组数字 不只是算出来是这样子而已 而是X跟Y的确就是会有两种结果 这两种结果你看 它是不是都可以使得X平方跟Y平方合起来25 这个9加16 这也是9加16嘛 它是不是两个去减完都是-1 3-4和-4-3都是-1 所以说的确就是有两组答案 并不只是刚好算出来这样子 然后忽略了 有没有忽略真符号而已 而是它真的就是有两组答案 所以大家在算的时候要留意一下 好 那这里有几题大家来练习看看 介绍到这个差不多我们会学到三代 夏商周三代 那三代尤其是商跟周都有著名的暴君 那他们都搭配了一名这个红颜祸水 周王有打几周幽王有暴使 后来的文人其实为这些这个 这个妃子狐狸精打抱不平啦 他们会觉得说你皇帝当的烂就烂 为什么要怪到说是因为有一个美女 诱惑了她才让她这么烂的 为什么她明明就自己烂 那这个是一个想法没有错 但是后来呢在我们在这里要讲就是说 其实后来在一些这个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 这个有一个人在埃及 他跟周幽王 他跟商周王 处在一个很类似的时空 而且他们做了很类似的事情 就是这个图坦卡 应该说是图坦卡门她爸爸 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做了宗教革命 那都失败了 于是都被当成无道平君 那有一个角度看待这个商周王 就是说觉得呢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资讯很落后 所以皇帝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祭祀 所以才会有这个甲骨文 他们要比如说出去狩猎要迁都 甚至可能要种田要打猎 都要先去祭祀 问问看这个祖先的旨意 可是那问题来了 这个甲骨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 就是我也不是说了多了解 而是说知道它是什么 他就是说在那个骨头上面 钻一个洞然后去烧 烧完之后那个骨头会裂开来 从那个洞开始裂 裂裂裂裂裂裂开来之后呢 他就会去看那个文路 然后就会有人去解读 这个是凶 大凶大吉 这样子有点类似在宝贵 那可是那个列文列出来 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呢 有所谓的祭司集团 这个情形很普遍 在商庄王的那个年代 在这个图坦卡门和他爸爸的那个年代 在以前的那个犹太教的那个年代 都有所谓的祭司家族 那个家族呢 他们就世代相传着去看那个占卜文字的方法 那因为只有他们懂了 所以是不是腐烂的我们也不知道 甚至可能国王自己都不能够掌控 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些祭司家族 长期以来就势力很庞大 你要去挑战他也很难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是你爸爸显灵说不可以的喔 这不是我说不可以的 因为这些祭司家族他们都把他们的想法 托平托那个依托到这些神灵身上 所以就变成说那个王权旁路 到后来这些国王呢 他们会觉得自己怎么好像我不是国王 好像祭司才是国王 我要做什么都要他同意 这样子我这个国王当来干嘛 对不对 于是他想要收回他的王权 他想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他要先做一件事情 所以他要否定这些祭司家族他们的占卜 那他就要进行所谓的宗教革命 在桑座王的那个时代 他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他让那个达己站在树旁边 然后他就说 他看到那个雷打到树上 树烧毁了 达己没有事 所以他就对着达己膜拜 然后就说达己是女巫 从今天开始我要做的事情 我问达己就好 我们两个在房间里面 夫妻嘛 我们晚上再来问 我再问他就好 我就不问你们了 反正他是女巫嘛 对不对 所以他等于算是透过这件事情 去否定了当时的这个 这个祭司集团的那个解释占卜文的权利 那于是祭司集团就说 你这个是被美社迷过 那当然一个王权 一个这个王朝的败落 跟他当时很多条件都有关 不只是如此 可能跟他当时的这个农作环境 比如说欠收啊水灾啊什么的 或者是他的这个诸侯的兴起都有关系 但是总而言之呢 这个中奥革命是他政治核心动荡的起始点 那图坦卡门还有他爸爸也是 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也是想要做政治革命 所以他们原本埃及是多神教 我们假如有看到那种埃及的东西 你就会看到人面师生啊 人面鸟生啊 狼头人生啊 鸟头人生这样子 那个眼镜神 他们是多神的信仰 那一直到图坦卡门还是他爸爸 忘记是哪位 就是他们开始想要这个改信唯一神 从此之后我就不用再拜拜问这些神 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因为我信的是这个唯一真神 好像是阿姆法 那他就改信唯一真神呢 这个唯一真神他在地球上的 在人世间的代表就是我 所以我直接默默的对着天空 问我的这个天赋 那问完了之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看起来像是宗教革命呢 其实他是一个政治权力的争夺 那在这里提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让我们了解到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那不过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内部分争 所以商财在最往的那个年代就动荡 那于是就被作草扔掉了 好 好来看这三题 那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会 就是他给你x加y 其实是给你x加y平方 是49 可以吗 那他问你x-y 其实我们等一下去求这个x-y平方就可以了 可以吗 可以吗 x加y的平方是49 那他是x平方加y平方 再加2ab 所以这样子我可以求到2ab等于-240 那不用求ab 他这一题其实还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 他只有问x-y 我们刚刚那一题是问x-y平方 多一个步骤啦 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所以我刚刚说了他问x-y 其实他是在问x-y平方 他是 这个a平方加b平方-2ab -240 也就是加240 是 是529 529是这个23的平方 23乘23 400加120加9 好 所以呢 那答案并不是23 要留意哦 答案是正的或负的23 答案真的有两个 我们刚刚说明过了 看下面这题 a加b a加b是8 a平方-b平方 是-44 求a乘b 那其实这种问题 在这里 多让大家记一件事情在笔记本上面 这个 这个 写这句 能求出 a加b a-b a加b和a-b 豆泡 就能够求出a和b 对不对 那一切好办 写中文一切好办 所以呢 我们 当然你可以先怎么样 去这个a乘b在哪里看到 在这个x a加b平方 或a-b平方里面有 但是其实不需要 我有a平方-b平方 它就是a加b乘a-b 所以这个a加b是8 那a-b就会是 这个 它去除8 那它除8的话是16 不对 18 18 18 那它去除8 它去除8是-18 那a-b是-18 a加b是正8 于是两个相加你会得到 把这个a-4-5b-4-13 可以吗 所以你a跟b都求出来了 a乘b当然就一定求得到了 所以a乘b是-65 可以吗 看这里 a平方加 x平方加y平方是58 x-y是40 x平方-y平方40 那x乘y呢 那在这一题呢 跟刚刚这一题 一样我们用一个比较技巧的方式 如果用我们原本所讲的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你去寻找他们的关联 但是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什么加 甲加乙 还有一个甲减乙 我直接 可求到 x平方和y平方的话 那也可以求到x和y 所以我直接用连利的 a加b是58 a-b是40 两个相加除以2 58除以2 x平方 其实是49 x平方其实是49 然后这个y平方其实是9 对不对 那这样子x乘y是多少呢 x乘y就是这个 49乘9再去 这个求他的平方根 那我们可以发现 x是正负7 或者你可以把x跟y求出来 y是正负3 所以他们两个相乘的话呢 有可能是7乘3 是21 -7乘3 是21 或是7乘3 -7乘3 这样是-21 所以答案有两个 一个是正的 或-21 那么这一次的作业 一样在网路上可以抓得到 陈法公司要多练习 那我们进到这里 对 对 对 OK 对 感谢观看